歡迎收看牛舌頻道 我們今天來烏日拍片 拍完一片之後呢 剛好來拍個小吃 我們隨機找的 這一間名價蠻高的 主打是麵點 就是有包子、水餃等等 今天再來吃吃看 叫做新上海點心 走吧 好,我們進來了 裡面的環境呢 雖然有點小 但是有開冷氣很涼 很乾淨 這邊的好像主要是以外帶為主 沒有錯,是以外帶為主 從頭到尾就沒賺過 那這邊呢 它的那個點心啊 全部都是手做的 我們來的時候 他們已經早上做的差不多了 所以沒辦法看製作過程了 但是他跟我們講說 他們的招牌就是點心 麵點也很厲害 我們有點鹹的、甜的 還有麵 等一下吃吃看就知道了 沒有錯,那我們等一見 好,我們點心來了 這是肉包 一顆25其實還OK 感覺蠻紮實的 蠻紮實的 很燙哦 你看冒煙的看得到嗎 我來吃吃看 好燙 看一下 我再咬一點好了 好像蠻大的耶 肉很多 會滴嗎 滴的話就沒有了 可是肉真的很大塊 它這家可能是主打它的麵糰 麵糰還不錯吃 我來吃吃看那個肉餡 感覺它的肉餡好像比那個皮還要多 吃吃看 好吃耶 它雖然湯沒有很多啊 但是肉很多 它肉那個香味也不錯 蠻會調的 它不是主要那種重口的那種香味 我原本也很怕說它外面裹那麼厚 會不會裡面都是沒有料這樣子 那個意思 就是皮很多 肉很少 通常肉味不會那麼重 但是它的肉還蠻新鮮的 你不是本人也蠻愛吃包子類的 蠻愛吃包子的啊 我小時候啦 我會為了買包子 起腳踏車期盤路 我是吃到怕 因為你之前工作的時候 早餐都吃包子 這家包子是好吃的 你看肉超多的 一口塞好不好 好像一口塞 因為真的很大 也很燙 會不會吃兩顆就飽了 會哦 它肉有紮實度是真的不飽 像你講的 這兩顆正常的一口就飽了 我們現在介紹甜的好不好 就是把包子吃來介紹 紅點的是什麼 芋泥 那先吃看看 好 吃吃看 這樣外觀比較不一樣 比較 果原就比較 哇 它餡好像是包的很多 真的 裡面都鋪滿沒有空洞的那種 它芋泥是那種 吃起來像蛋糕 綿密啊 看一下好不好 餡真的滿滿的 真的是在吃點心 好 我們吃另外一顆給大家看一下 紅豆嗎 豆沙 你吃它 哦 底下 底下 有點裂開了 你剛剛一咬就裂開了 所以代表它其實裡面料真的是多 紅豆好吃耶 芋泥很好吃之外 紅豆更好吃 它的紅豆泥是那種很蜜的那種 吃起來很像我們幾年前拍的那個小饅頭 嗯 裡面也是包紅豆的 所以這樣你吃下來三個包之類的都很推 它點心有一套 你硬要講的話 那個包子啊 比較沒有湯 但是它味道很好吃的 喜歡吃肉多的 紮實的可以考慮 沒有錯 它肉真的很多 愛吃肉的一定喜歡 那它的甜點呢 我覺得也很好吃 你看一下 芋泥啊 紅豆啊 料比餅皮多啊 你剛剛已經吃了一大半 裡面都還是有料的那種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乾麵 簡單一點一點 它沒有加肉燥的 好像有加點它的那個香油跟醬油而已 我先吃原味 吃吃看哦 它有鋪蔥啊 如果這樣單吃的話 老實講有點單調 但是味道來講很香 因為它可能有加香油 有點加點醬油 它剛才老闆有跟我講說 吃水餃啊吃乾麵啊 可以加他們的辣椒 他們自己自製的哦 看一下 是綠色的辣椒耶 夾它特別哦 再一點 先夾一點不知道會不會很辣 不知道很辣 要加香吃吃看 拌一下拌一下 綠色的 比較少看到哦 嗯 而且它那個辣椒子都在哦 這讓我想到青龍椒 吃吃看吃吃看 不會辣的哦 辣度我覺得是小辣 這種綠色的好像比較香一點點 那你覺得這樣加有加分嗎 有 有加分 如果只是給你這樣子單純的乾麵的話 只有單純的麵香啊 有醬油的香味 還有蔥花的香味 如果加這個 我覺得是加分不上的 這個水餃一定要加一下辣醬 上面是香油 對 它這一盤是香油 我再認真吃一下這個辣椒哦 這吃起來好像青龍椒哦 它當點心在吃 這樣吃就有點辣 因為你剛剛可能有拌著麵吃了 可是它辣度哦 真的像我講的香大於辣 我們先吃一口味好不好 他們水餃的話 這怎麼會依口味 韭菜也是給好給嘛 單純吃原味我覺得就夠味了 好吃耶 它一顆六塊 算是現在正常價 所以水餃也是好吃的 愛吃韭菜的也是喜歡 因為它韭菜味非常的重 我們來沾一沾醬 這是有加他們的香油 跟他們的辣椒醬 吃吃看哦 跟辣椒啊 大什麼不好吃 我還覺得大包子應該也很好吃 他剛才特意跟我們強調 他們自己吃日子的 他說都可以沾沾看 要不要配個酸辣湯 酸辣湯很重要 麵點類一定要吃個酸辣湯 一份是六十塊 他幫我們分成兩碗 他知道他六十塊是多大啦 但是他就說六十塊幫我們分兩碗 我們喝喝看 它的酸辣湯呢 胡椒味非常的重 而且蠻辣的 它的酸度呢 就比較低一點 要combo一下 好來配一下 配一下 這個 擦他們的辣醬 過癮啊 好啦 那我們繼續吃 不能做收尾吧 好啦 那我們來講一下我們的心得 整體有點很好吃啊 那就很飽啊 超級飽啊 一開始我吃那個包子 我就有點半飽了 他料很多啊 料比餅皮還要多啊 你剛剛不是有跟那個老闆聊天嗎 沒錯 得出兩個重點 第一個呢 就是酸辣湯 辣度酸度都可以調整的 你要煮之前可以跟他講 老闆 我愛吃辣 老闆 我愛吃酸 因為他是現煮的 對 但是有的人不想要加木耳 就是他調整啊 他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他們的肉 從原肉自己去攪的 他說有的外面的肉 是攪好拿過來的 他們是想要特別看原肉本來部位 確定好部位之後 帶他去自己攪 他說後面有攪豆機啊 點心 我印象深刻 尤其是甜的 可能我自己本身愛吃甜的 他那個豆沙啊 好綿好蜜 芋泥吃起來像蛋糕 肉包 剛剛那畫面已經夠雜質 肉包硬要講的話 少了一點點湯啊 那是味道 沒毛病 好吃 我覺得如果一般人吃那三顆 就覺得飽到不行 你相信來 正常加兩個肉包也飽啦 那個肉那麼大 可以兩個人吃下去 你再配點豆漿 配個紅茶就飽了 對 好啦 那這要整體而言 都好吃 這一間就介紹給大家 那影片結束了 好爽就訂閱吃 許多謝 各位朋友 我們今年 產片量會增加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一定要訂閱我們 甚至強迫你朋友 訂閱我們 你看連我家貓都瘋起來了 爽一定要訂閱就是了啦 不爽啦 不爽再看一遍啦 看到什麼為止 強迫我們訂閱就是了啦 馬上衝起來 太兇了啦